不荒废现在,不惧怕未来,一切就会在你的掌握之中 其实,看一个人运势的好坏并不需要去排挂算命 一些生肖在一定的时间内总会迎来命格中的吉星高照 财运自然会好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在6月吉星入命的生肖 财运降临,接住的话就能富贵一生 生肖羊 生肖羊的运势低迷是显而易见的 很多生肖羊都会抱怨为时抹好事总会降临在被人的头上 而不是自己呢 其实,这是因为生肖羊接财运的能力较差决定的 最近两周,生肖羊会迎来命格中催望财运的滑盖、岁价 吉星入命能带来财运的转变 就看生肖羊能不能接住了 建议生肖羊在家多种植发财树、蓝草、多肉这类植物 对于财运有着较好的催化作用 生肖猪 肖猪最近两周 太岁三合贵人提携 老实忠诚 勤奋努力 运气应该不会太差 再加上天然生成得到吉星的加持 财运旺 福气旺 大财小财齐发 财运必定滔滔涨 同时随财运而来的还有桃花 本月桃花正远很旺 如若遇人如丝 可长于表 如果大家能够遇到贵人 必定财运蒸蒸日上 事业旺达 心想事成 生肖蛇 生肖蛇的运势在十二生肖中较为平淡 这和生肖蛇交际能力较差 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 并不是所有生肖蛇的交际能力都差 但是貌似交际能力较好的生肖蛇 总会给人一种心思缜密的感觉 最近两周 平淡的生肖蛇即将迎来吉星入命 唐福 天节两大星君会催化生肖蛇的财运格局 让生肖蛇有横财降临 吉星入命 横财到家 生肖蛇接财能力还是不错的 建议家中放置罗盘 风水阵等吉祥物 有助于财运提升 生肖狗 生肖狗的运势则现在露出大好的势头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有耐心 不仅能体谅别人 还能包容别人的缺点 再加上有着非常灵敏的才能 不但能升官 更能享富贵 福禄兼得 最近两周 他们财运一路高涨 财员广进 八方来财 如果能够得到老板的认可赏识 注定财运蒸蒸日上 同时给家人带来注意 光宗要主 生肖鸡 一生勤劳的生肖鸡 总是会感叹命运的不公 毕竟付出和收入不对等 是生肖鸡抱怨的根源所在 很多女性都会跟我说 家里生肖鸡的老公 勤恳 老实 却不能带来财运的提升 其实不必抱怨 生肖鸡 往往在中年之后 有着极好的财运 最近两周 天喜入命 就是对生肖鸡的勤劳 诚恳 正直 最好的奖励 建议生肖鸡 佩戴木质或者合质的念珠 对于财运 吉星 整体运势 都有较好的催化作用 生肖兔 本月开始 各项工作都进入了重要阶段 喜欢与人交往 温柔多情 依赖性强 多愁善感 最近两周 财神最为关照他们 据八方之财 获得不少的收获 装敬自强 同时 善于广纳闲言 且勇于尝试 各种新鲜事物 所以 成功在偶然中 总有必然 如果能够发挥 其聪明的头脑 绝对会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 天天抱着金条税 无论日子过得怎么样 只要有不差钱 这三个字 想必在苦闷的日子 也能让人提起精神 虎年已经拉开序幕 不少朋友 将从财运开始好转 生活总是无债一身轻 债务轻则加夜望 下面这七大生肖朋友 虎年里最不缺钱花 莫债务 有生意 多横财 全款买车房 也不在话下 一起看看 第一名 生肖猪 生肖猪的他们性格坚毅 人际关系比较好 而且天性乐观 总是笑嘻嘻的 关于运势 生肖猪的朋友 2023年 有月得吉星庇佑 运势攀升 横财不断 贵人八方而来 接住好运 外债还清 剩余的钱随便花 生活相当滋润 其次 生肖猪之人 事业中很能坚持 但需要分辨 哪些值得坚持 未来金运可达 定能富贵不断 第二名 生肖羊 生肖羊的朋友 大多从小教养非常好 很多事情会选择一个人扛 同时不喜欢别人干涉自己的决定 运势这块 生肖羊之人命好 2022年走大运 贵人撑腰 大财在我 发不完的横财 接住好运 外债还清 另外 生肖羊的朋友 年尾有望生殖加薪 还能多拿分红 往后不仅富贵还长寿 定能婚姻美满 第三名 生肖蛇 蛇年出生的人 往往很粗心 性格直爽 并且比较乐观 一生乐多优少 生肖蛇个人运势 2023年 命中有贪狼吉星庇佑 开始走大运 届时常得贵人鼎力相助 接住好运 有外债的一次还清 并且生肖蛇的人工作中 该收敛锋芒的时候 尽量不要过于喜欢表现自己 将来可以找到很多赚钱的方法 有望财力多现 第四名 生肖牛 别看平日里生肖牛的人是人群中化最少 反应也似乎慢半拍的人 实际上他们智慧超群 极具创造力 一有好势头就能充分把握 这个虎年里 财神爷指明生肖牛的人 一路牛气充天 事业一路飘红 财运也是如此 去年处处碰壁 财运更是焦头烂额 今年财神爷说了生肖牛的人 开年就要顺利不倚 贵人天降 债务早还清 横财赚不停 有望年内买车房 还是全款 第五名 生肖兔 生肖兔的人为人比较内敛 做事做人都相当低调 不与他人争锋芒 更不会为了一时的利益伤害别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难免让自己吃亏 去年运势并不好的他们 今年财神爷就要他们好运在虎年到 生肖兔的人运势也从此好转 财神爷来拜年 手气大大好转 债务全清 生意红火 贵人来送财 不仅可以全款买车房 还有余力 拉起家庭中需要帮助的家人 日子红红火火 第六名 生肖姬 生肖姬的人性格相当稳重 看似面色冷如冰 其实内心火热十足 最见不得他人受苦 为别人付出的总比自己得到的更多 这样的好心之人往往会伤害到自己 苍天不负有心人 天宫更是腾汉人 在虎年里迎来事业第二春 生肖姬的人不仅生意顺利 事业也更有进步的势头 全款买车房也不在话下 存款还绰绰有余 第七名 生肖猴 生肖猴的人是个相当伶俐善变的人 小聪明不少 但大智慧也十分抢眼 事业上能有一名惊人的表现 但就是这样的生肖 也去年也是运势不利 不是生肖猴不行 实在无奈 运势波折 在勉强维持了生活的情况下 挺到了虎年 虎年里 属于猴人万事稳步前进 财运倒是先行一步 最不缺的就是钱 从过完年后开始 事业一路平顺 薪水连连涨 还清债务之余 全款买车买房都不愁墨钱 家中有以上生肖者 可转发财神 保佑生肖财员滚滚 大发力士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可以还清全部外债 全款买车买房不是梦 虽然说现在是科技进步的社会 很多现象都可以用自然科学解释 但是还是有些事情 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像在龟山一带 非常有名的观音庙 多年前就有一段传说 大约在六十多年前 有对夫妻结婚后感情很好 但是却迟迟没办法生下孩子 频频求助医生 却只得到一切正常的回答 原本两人只觉得 只要继续努力就好 熟料 怪事却接二连三的发生了 据台湾大带志报道 桃园林口的寿山岩观音寺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信众会特地去朝圣 除了历史悠久外 更是多次传出观音菩萨的慈悲神迹 观音寺的前董事长林茂元就透露 六十年前有对夫妻结婚后 一直没有孩子 对于传宗接代的压力相当大 然而求助医生却没有任何帮助 加上某一阵子 老婆每天夜里都梦到有猫叫声入梦 睡不好又身体劳累 让一家人都百思不得其解